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西汉的第七位皇帝 这座茂陵是在汉武帝17岁的时候就开始修建了 汉武帝在位是54年 也就是说这座茂陵他修建了可是53年 茂陵是汉帝林中修建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一座汉帝林 在西汉时期这个皇帝选陵墓地址 他没有唐朝以后那么复杂 从这个唐朝宋朝以后 这皇帝们选择陵墓地址的时候 考虑的比汉朝时期要多得多 这汉朝帝林选择陵墓地址还没有那么复杂 主要的就是两大因素 一个是地理一个是礼制 这西汉一共是有11座皇帝陵墓 其中这9座都在咸阳园上 当时这些帝林离长安城都特近 其实也是为了方便祭祀活动 这汉武帝的茂陵在汉朝时叫做茂香 在当时他这母亲就是茂香这一代的人 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 这个汉武帝茂陵的风土 它的高度仍然是有46米 它的底边周长是230米 从远处咱们去看汉武帝的风土 完全就是一座大山 这座茂陵地址的陪葬品也是非常的多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 说这个陪葬品多到什么程度 茂陵地址都装不下了这些陪葬品 从这个汉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 这茂陵的地坞内是埋葬了大量的随葬品 这汉武帝下葬的时候 这很多的随葬品都放不进去了 只能带回长安 虽然根据记载 这茂陵在历史中是多次被盗 比如东汉初年 这赤梅君可是忙碌了几十天 这地坞内的随葬品都没拿走一半 但是这座茂陵大家不要忘了 它可是修建了半个世纪 地坞绝对不是那么好进入 这四周还有石墙护着地坞 当时这随葬品多到密不透风 所以这座地坞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不是会被清空的状态 在西汉所有皇帝陵墓中 它的地坞都是皇城提凑 这个皇城提凑是在秦汉时期最高等级的葬者 尤其是在西汉时期 整座墓室就像是地下用木头修建了一个套房 它是有木道有大门有客厅有这个卧室和厢房等等 皇城和提凑先给大家分开讲 这皇城强调的是材料和这个颜色 也就是黄线的摆木 这提凑强调的是木头摆放的形式和这个结构 说白了就是木头的顶端向内排练 这皇城提凑的方式是可以防腐防虫 而且也是非常的坚固 能有效的防止地工的损坏 接下来咱们该讲一下我身后这座巨大风土之下的牧主人 也就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汉武大帝 汉武帝在位是54年 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传奇 这个汉武帝是汉景帝刘起第十个儿子 六岁的时候他被立为太子 汉景帝家崩刘彻继承地位 当时他只有16岁 到了建元六年斗太后去世以后 这个时候汉武帝才真正的掌握大权 然后他开始实行托运令 进一步的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这汉武帝时期还派张谦出使西域 打通了丝绸之路 促进了当时中西双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在汉武帝时期 他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水利和农业 他在皇帝这个职业里 做的真是相当出色的一位 说到这位汉武大帝 就不得不说他出兵攻打匈奴 这个匈奴从刘邦开始 就不断地扰乱汉朝的边教 当年刘邦也是御驾亲征 刘邦差点都没回来 所以从汉武帝之前的这些皇帝 对于匈奴都是采取的核心政策 但是汉武帝这位皇帝他就不一样了 汉武帝在位期间 他是正由魏清和这个霍去病毒降临 多次向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三次决定性的战役 打了匈奴开始走向衰落 在当时解除了匈奴对大汉朝的威胁 咱们现在看到前方巨大的风土 这就是汉武帝的茂陵 从魏清将军墓到茂陵之间 有一片开阔的区域 这个区域最初计划是一座皇后的陵墓 这位墓主人应该是魏子夫 跟着这个汉武帝的女人 基本上都是没有好下场 第一个女人就是他姑姑的女儿 现在咱们听过一句成语 金乌藏娇 这个娇指的就是陈阿娇 后来这汉武帝把他的皇后位给废了 彻底的给幽禁了起来 这第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子夫魏皇后 这魏子夫进攻以后特别生气 他给汉武帝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刘聚 也就是后来的太子 有一天这汉武帝梦见很多的木头人来打他 后来这刘彻就生病了 他觉得有人用污果所谓的害他 于是派江冲去调查 结果江冲这个人无中生有 陷害了很多人 这里边就包括了太子刘聚 当时在太子宫内发现了江冲早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木头人 这个时候太子就懵了 想赶紧去汉武帝面前解释 丹顺遭到了江冲等人的阻拦 无奈之下这太子在皇后魏子夫的帮助下调兵杀了江冲 后来这汉武帝听到消息以后根本就不敢相信儿子会造反 于是先派人进城查看什么情况 这个人居然没进城直接说太子造反了 汉武帝在这个时候彻底是被激怒了 于是这汉武帝派兵所谓的平叛 后来这个太子和魏子夫都选择了自杀 这魏氏被灭了足了 数万人受牵连而被处死 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他下过一道罪己仗 这位雄财大略的皇帝居然向全天下的人去认罪 这个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 他是体会到了妻子和儿孙 被自个亲手所处死带来的痛苦 尤其是自个的皇后魏子夫 这个魏子夫的性格特别强 他可能对自个儿的丈夫是失望到了极点 在当时没有过多的去解释 直接选择了自杀 来表明母子是清白的 在公元前87年3月29日 这个汉武帝在疑虑和自责中 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 享年70岁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